大家好,我是電影電視學系的戲主任趙國甫 那這一次我們第一次 戲上嘗試用VR影像的方式來製作了一個 人間添煉裡面同學創作的音樂 那我們整個音樂錄影帶的影像 就是在VR的環境裡面整個去把它製作拍攝出來的 這也是我們影視系第一次嘗試 用那麼高畫素的VR攝影機來做正式的影片 這一次在我們一手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 我們用的是前面看到的這台 11K的Insta360 Titan VR攝影機 它是有360度然後總共有8顆很高階的鏡頭 然後最後把它縫合在一起 那最佳的體驗一定是要戴上VR頭銜 才能看到上下左右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這次的拍攝其實我們在前置作業花了滿多時間 那三四分鐘的影片裡面其實我們只有十幾顆的鏡頭 那每一個場次所表現的方式 在我們前置方面就有所想要有不同的變化 那我們知道8個鏡頭就會有8個畫面 8個畫面就有8個影像上的接縫 那不管是在拍攝的現場以及後期的處理呢 它有很多需要去調整上的流程 那所以呢拍攝一個鏡頭 就要經過多方的思考 怎麼樣去藏攝影機 那怎麼樣去把工作人員藏好 不會被攝影機發現 怎麼樣去安排演員的走位 怎麼樣去思考這個全景上面 空間上面 光線上面的這個統合跟變化 那我想非常的跟我們以往熟識的電影短面拍攝 或是電影長面拍攝 這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流程 VR360跟一般的影片最大的差異 應該就是鏡頭拍攝到的範圍吧 那VR360它基本上就是整個空間它其實都會拍攝進去 所以所有的東西就是 VR360度裡面它其實都會變成場景的一部分 那它不像以前的影片拍攝 其實你只要專注於畫框裡面的東西就好了 我覺得應該可以說就是VR360 它其實是一種改變了過去傳統拍影片方式 然後反而讓這些拍影片更接近劇場的感覺 這次我們找了我們的三位很重要的同學 來替我們這首歌曲添加很多的色彩 還有包括潘洪照是錄音的 然後還有兩位歌手 一個叫做邱鴻燕 一個叫做卓彥林 然後這首歌曲是一個非常有東方風格的饒舌歌曲 然後呢這一次的360的拍攝呢 我們當然就是以這個主題曲作為出發 然後我們再去把它完成出來的 我覺得影視系我們必須得與時俱進啦 就是產業怎麼發展 我們不見得是整個完全靠攏這個VR的這個項目 可是我們不能少掉了我們有VR的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在影視系上面也新增了一些少部分的選修課 讓同學在畢業以前在職場上 其實他有多一個競爭的能力 就是我曾經在學校裡面已經學過VR的製作了 那傳統的影片我可以拍得很準確 可是VR我也不害怕 我也直接可以嘗試這樣子製作跟創作的挑戰 看一看一看一看 所以已經在那裡完了之後才可以唱 然後唱一唱也還沒感覺到第二年 我覺得燈光的部分還蠻有趣的 是在因為沒有辦法打燈360 前後左右上下全部都會穿綁 那我們在一個錄音間錄音室的場景裡面 其實還是有一些昏暗 那輔哥就帶著我們燈光組的小朋友呢 藏了一些燈譬如說在音響後面或桌子底下 或是在窗戶下面然後藏了很多LED 那整個打燈起來就非常有氛圍 那我就覺得這還蠻不同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在這次影片裡面我們最主要需要美術的地方 它其實是在一個元宇宙的空間裡面 然後我們其實是要把它拍攝一個 我們正在拍電影的場景 那所以其實裡面的比較有趣是 全部人都在裡面然後演拍電影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看在VR36裡面看自己在裡面演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這樣 因為沒有死角所以你也要去看哪些地方會穿 哪些地方可能沒有到很漂亮 那我們就是要去找比較自然的東西 比如說木頭 然後或者是比較漂亮的石頭 跟一些落葉 然後我們需要去遮遮一些就是 我們認為有經過的痕跡 我覺得沙漠跟大草原 我的印象都滿深刻的 因為我們都找到了非常漂亮的景 然後在那邊拍大自然的感覺 拍起來就是很舒服這樣 沙灘它其實就是很多山 然後沒有什麼遮蔽物 所以我那時候做板地的代表說 我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躲起來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一場我跑得非常遠 然後躲在一顆大石頭後面這樣 衝繞一下 DETECT 4位 因為我們有五六個場景 每一個場景都拍同一個角色 然後角色在畫面中的比例是一樣的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要必須測量它在每一顆鏡頭的距離是要一樣的 而且不能太偏左或偏右因為死角的問題 180 收音就是沒辦法舉蹦 人都不能出現 然後就一樣就是放這一台小小的麥克風在那個我們的VR相機上面 然後順便就可以收那個現場的環境啊 跟那個人員在那邊互相走動 雖然說我們這次是拍攝MV 所以可能作用不大 但是不過有收到一些好的環境音 因為很難得會上山啊又下海嘛 然後那些環境音當然是值得讓我們參考 印象深刻的鏡頭長是 是有一個幕 女演員唱完唱到玄鳥的地方 有一個天上 我們抬頭天上有一個玄鳥從我們頭上經過 這邊導演在前期就和嘉薇老師就是有協調過 說啊怎麼樣可以最好的方式讓觀眾去知道 去看到說喔我頭上有一隻鳥飛過去 最後結果就是運用我們運用聲音 360聲音然後就是讓它有那個方向性 然後還有加上演員的表演 抬頭看這樣子去做一個呈現的方式 我覺得是一個蠻難得的經驗吧 因為這個技術 台灣大概沒有多少學校 甚至沒有多少人會 所以在我們一手大學影視系 有這個技術跟有這個機會可以來拍這個MV 其實即便我是製作學歷 所以我也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OK啦 OK 還可以再順一門 有點尬 但是他 當然我們背景沒有太複雜 所以 還是你要 過去很多的創作者其實都想辦法的 要讓觀眾有沉浸感的享受 那現在這個VR的媒材創作出來了 那這個消費市場上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那我們現在只是踩在這個時代的前沿 我們希望把這個沉浸的感覺呢 能夠帶給觀眾 此次拍攝VR製作呢 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那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一同來嘗試體驗看看